好啊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 今天是录了两排教主的 这边教主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打一个天梯 然后遇到的这个神族选手 应该是mini 是群里的小伙伴告诉 这个应该是mini mini的话是 也是我们如果经常看911的直播间的话 可以看到这么样一个神族选手 他的直播经常会被看到 就是希望神族mini 其实我对这个人是完全不熟悉的 之前从来没有没有看过他 但是看他的这个比赛 感觉这个人打的还是挺有想法的 虽然说可能基本功啊 实力啊各方面的 他不能跟这种前职业选手相比较吧 但是也算是现在一个水平相当高的一个神族吧 不过跟教主打的话呢 肯定不可能像Bass Bissu这样的 打出一些特别华丽的东西出来 但是他还有自己的想法 这种想法呢就会变成一些诡异的战术 可能会给教主造成一些麻烦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来看一看mini这个选手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有没有什么套餐准备给教主 这个比赛依然是斗魂 依然是审美非常疲劳的一张地图 教主在右下 不过今天第二场是Blood Storm 所以从地图上来讲还是很有意思的 今天也是两场的TPP 接下来还有一场 在斗魂的右下教主这边使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读口方式 你看他是第一个房子造在家里的 所以他读口是不用房子的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肯定要赌 接下来造一个房子是赌不住的吧 所以教主这边是一个单兵单重工读口 这个读口其实可能很多人打斗魂的这个人组选手都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很好的读口方式可以来学习一下 就是这个边营跟这个重工厂要形成一个脚顶脚这样的一个读口方式 并不需要有任何的一定点接触 那么只要顶住 就是这个顶住成鸡脚之势就可以了 但是这边继续的一个 并且算好了 这个农民就停在这里等着一会儿不住宫 然后家里面继续到第二个房子 嗯 他170停又赢得非常完美 一切都是这么刚刚好 唯一的这个读口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机枪兵是应该是走不出去的 这个缝隙 狗也狗应该也过不去 我觉得这个缝隙应该是完全堵死的 什么也过不去 所以这个机枪兵没有办法到高地下面去 如果反正这个好处呢就是教主不用着急补机枪 接下来就算想补也可以慢补不用着急 好这边看到了是一个对点 对点 然后mini这边好像是 好像是没有探路啊 怎么一直没有发现教主的餐门口有mini的农民呢 好这边农民绕一下 把mini的龙骑系列往家里面勾 让他在这个矿区里面形成一个交通阻塞 哎呀好伤心 这个龙骑 这样的话教主运营的非常完美 中工厂造好直接放下二矿 造兵营造中工造二矿 全是同一个农民 这个农民几乎参与了 教主这个国家创立之初的所有伟大的城市工程 都是他亲手干的 以后跟子孙也可以是好好地吹嘘一份 现在这个这个帝国的兴起 那也是有我一半的功劳 这个农民追死了 国家就已经知道了 mini的打法非常的明确 这是一个只出一个龙骑 但是第一时间提射程 然后就先开二矿的打法 神族的第三根水晶会在放下二矿基地之后再补 然后呢稍微的停一点点农民 但是接下来科技速度也很快 他会很快一些放下VR 然后并且可以 基本上这一招二矿很快 不用担心人族的那种单兵速二矿 在开局上占自己太大便宜 这边mini不同的是他是奥运开局 他多出了一个差 这样的话 这个mini可能要停的农民会更多一些 为了追求这个二矿速度 和要提射程的速度 有可能他的气矿会才能卖点 但提射会稍微晚一些 总之就是 总之就是这样的话 其实更亏一些 因为毕竟教主这边是不生挡个支架的 你看他是优先放在第二个中场 然后再漫步吉祥兵 四个吉祥兵SKT2 这个出门掩护自己的二矿 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你这个奥运开局碰到毒口 本来就很悲剧 教主的SKT2出门 那时候连雷达都架下来了 哇 这个别速度非常非常非常快 好 这推到这里就可以了 你这个龙骑就算有射程 三个龙骑加一个子辣子 打我这个兵力的话 你也是没有什么操作空间的 坦克天生射程就比你连 好了 赶紧撒一下 看看mini这边果然是很正统 正统的一个补刀二兵营 然后出OB的一个打法 这个现在mini就有可能速三矿 也有可能速阿比特 就这样两种选择了 当然也可以两个都速 但是教主这边肯定是不希望mini太嚣张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主这边不断的火力前压 mini很胆大 他是不担心会被教主就是强溜什么东西 所以他直接就把龙骑士全都压在教主的门口 这个因为人因为神族千天那个在OB出来之前这个侦查的问题啊 就会让他很前霸了后霸虎 比如怕被空投啊 或怕被从侧翼流雷车啊什么的 所以龙骑班会放弃钱啊 而放在家里面 但是mini这边操作非常好 这东西一直在前线 而且每次教主想出门占点小便宜的时候mini都会操作 你看这里 mini一直不停地在操作自己的东西 这样的话不给教主任何占便宜的机会啊 教主这边偷击不成18米 没生坦克支架 然后非要过来跟人家瓢 是吧 把自己坦克瓢光了 哎呀 这两个坦克都都没没戏了 这个只能说跟龙骑互相换一下 但是肯定人都亏啊 4个坦克4个机翱兵 开局的这点老宝本光彩本全没了 雷车收好了速度 还没有买雷 现在教主还挺危险的 又是来了四个龙骑士 而且现在mini的OB应该已经到教主家门口了 所以这个地方想用买雷来直接解决的话 还是很难的 除非mini太过冒进 然后被教主用农民围杀 不然的话这四个龙骑士会让教主恶心很久 然后这边教主的一个反溜 非常漂亮 把mini的龙骑士给滞留在家里了 现在只要解决这四个龙骑士的话就没问题了 好 坦克过来 哎 mini这边想强点坦克 哇 这个确实四个龙骑士可以两轮骑士点掉坦克 但是mini这拨 这拨龙骑士想换 他不想回去了 就死在前线 能换啥换啥 换的不是很多呀 就换了一个坦克一点雷车 哎呀 就直接死掉了 这样的话其实就就感觉是赚的不是很多了 因为mini本来是有OB的 这按理来说的话 应该是 呃 后续的龙骑应该配合OB排了一路往下 哎 哇 这边还被NK6了 然后同时教主其实也开三框 教主是 在刚才四个 坦克死掉的一瞬间家里边直接拍了一个三框基地 就就属于是正面被人打的妈都不认识了 然后结果啊 他居然还有开框的这种感觉 他没办法在斗魂这样的地方 人族三框实在是太好开了 哎 这个 没办法 你就是让让人族随便送兵 但是他想开三框 还是 你没办法对他说一个步子 哎 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三框开着了 教主这边农民体验派过来 只要在三框的路口 稍微修一点房子 啊 神族对此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对 你看 教主的标准是修两排房子 两排房子 后面架一个坦克 啊 随便你 你来四五对龙血 你又上不来 啊 你爱怎么爱怎么来怎么来 啊 这个三框运营起来之后 接下来就感觉教主之前虽然送了好多坦克 感觉好像练势很大 但其实现在三框一开 然后三切一踩 啊 感觉烈士荡然无存呢 这个 哦 教主这个农民 还还还很细节 你看他 他先把里边这个造房子的农民取消一下 然后用外边那个卡住的农民造房子 再用里边这个农民过来造一个防空毯 也算是爱平如死 好 先暂停去撒泡尿 这个毕竟教主现在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尿皮尿急尿不静 时时常还要买一些成人纸尿裤 上次还被狗当成钉子裤给叼了出来 引得观众朋友一片哄笑 教主其实 我可以看 又是造微剃了 就挖一下 这个造微剃不是很正常吗 毕竟你嫌弃送了这么多坦克 是吧 然后神族经济科技双丰收 那也是理所当人的呀 这个农民真是教主很细节 你看这个农民还要再绕合 一共就五个坦克 防守这么大一片疆域 防空塔都没造一两个 就就就就就造了一两个 哎 这个有把引刀 教主也表示很奇怪 这个时候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把引刀呢 引刀有啥用啊 对呀 这不就是给雷车送菜吗 耗一把雷达 这个引刀的人生才没有价值 好 这边教主暂停了一下 我给这段跳过去了 直接回来 教主刚刚好像小号上的不够爽 去上个大的 一定是教主啊 玩的都比别人大 这个 迷你的四框开在哪里了 开在九点钟了吧 怎么搞的 这个 他应该是肯定侦察到教主开三框了 他侦察到的话 自己肯定要开四框了 如果开四框没有 没有开右上 教主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左下 确实 其实对于人族来说 你开在这种十二点钟啊 九点钟啊 这种高地 就一个孤立高地的这种矿区 其实对于人族来说无所谓的 坦克推过去 这种矿最先拆掉的 他只要把坦克架在高地下面 然后强点基地 这就很OK了 这就对人族来说是特别好处理的 只有这种开在高地上的矿 人族需要大量回大量的操作往上推 然后呢 而且高地上还可以造兵营 最终会搞得人族很难受 像这种九点钟的矿的话 神族很尴尬的 你这个地儿吧 既没有地盘造兵营 因为你只能补地宝嘛 然后呢 基地又特别的暴露 然后神族这个在高地下面 驾坦克实在是太舒服了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最好别开太多这种矿 迷你这个 这个就近防守原则 我还是要开 哇 这个怎么又挤了个农民到外边去 这个农民在三矿这里工作 总是很跳 不喜欢在家里待着 好 再找出门 这个假装出门啊 其实只是先把部队架出来而已 然后看看神族会不会 傻不垃圾的冲过来 跟你换一波兵 但是 如果迷你打得好的话 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是可以换掉转的 这家主推的心 是很拖大的一件事 嗯 还好 迷你这边的准备部队 没有什么动向 好 其轻又上了地雷了 再看一下 迷你这边在等自己的仲裁者 应该 第一个仲裁者 好像还没出来啊 其实很早就看到 他下了这个 就准备造仲裁者了 但是还没有 当时应该是还没有开始造 或者V还没有造好 这边看到迷你的四矿 月落情况 已经欣欣向荣了 现在教主有点想推进 但教主人口还不够啊 这才刚150人口 这打中间神族 肯定是有200 就算现在没有200 神族只要造一轮兵也200了 稍微拖你一下 好 教主并不是推进 教主只是 把正面先探出头去 然后家里面做好防守 然后再推进 我这个不错 先把家里面的该买的雷都买好的 对 这样啊 遇到神族强行的一个传送 起码可以拖很多时间 或者说可以帮神 帮自己先解决到神族大量的部队 能修防空打的地方使劲的C啊 就是不让你的中排者这个机会进来 连矿区都要买雷 你看教主这个 我这一般这个传送都传矿区嘛 因为别的地儿有雷 矿区总不会买雷吧 这种 他们总不至于说连农民都一起炸 好 这边教主发现阿贝特已经飞进家里面了 哎呀 这个坦克架的位置 天呐 这般传送要了亲命了 直接全都传到坦克脑袋了 而且一颗雷都没有 这个传送太转太爽了 哇 这波坦克吃的非常的爽 然后赶紧的 哎呦 不过教主架的坦克也很多 你看这波龙奇不是吃掉坦克 而是换掉了 教主在高地下面这三辆坦克随便齐射了一下 就把龙奇给上面龙奇全解决了 结果迷你同时双线打探头 漂亮 太漂亮了 这波正面贼闹的又是换掉了一堆坦克 这波教主一下损失了 得有15流量坦克的感觉 你看而且正面都极其可危了 这波如果冲的好的话 教主二矿这里都需要 哦 还好还好 这这已经没兵了 mini必定是传送同时正面冲锋的 所以他7200人后就这么多兵 传送到教主家里的兵死了的话 他这个外面冲锋也就那么一点不对 然后教主集结所有主力的话 还是可以守住的 这边教主守住之后 赶紧一波雷射出去进行签置 诶正好抓到了mini出的农民 但是这个高地上不去了 高地上不去没关系 我们买卖雷结见农民也行 这起码不让mini再开6矿嘛 5矿自然说没有影响到 然后教主现在 哇突然又140人口了 你看刚刚那波已经感觉 mini打得非常漂亮了 对吧 正面冲锋配合 对方家里面的一个传送 打得这么漂亮 结果实际上 你看现在教主又是140人口 攻防没停 然后有科技球 这个主力部队又是一大波 这波出来的话 其实正面上来讲 神足如果冲不好 还是有可能就是200人口都打不过 我mini现在兴气非常棒 就是肯定这会儿也是有200人口的 哦 又一次传送直接传了6点钟 啊 mini今天非常的节奏非常的快啊 这个传送 第一个传送跟第一个传送接的很近 这样的话教主农民赶紧修一下这个基地 对这个基地 现在mini在偷偷的点啊 教主这么有经验的人 肯定不会让你直接把这个基地点掉的 对吧 这边mini还比你点基地还点浓民 哦 这个又是及时的拉过坦克过来防守 mini相当于第二波传送 其实还是赚到了一些东西的 对于神足的这会儿来讲 只要传送开矿 传送开矿 让人主一直不能不能来打偷着手来打自己的话 对 你看还不让教主开四矿 现在mini战略上打的其实已经是非常成功了 就看它的基本功过不过硬了 这时候应该就是左下的雷都没有排 确实不太应该 你看左下雷 其实你拍半对紫道的右键点一下 就都排了 然后派农民啊 过去该开矿开矿 该造建筑造建筑是吧 包括右上的二矿 又传送了 教主大事呢 一块给教主传送了 迷你这场比赛的战术 就是疯狂的对教主最脆弱的部分 发起猛烈的进攻 也就是我们江湖上俗称的撩阴腿 这一招可以说是腿腿撩阴 迷你每出一拳 都是奔着教主的下体 自下而上的攻击 每出一脚 都是对着教主左腿的右边右腿的左边 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攻击 这个就叫做必杀认真系列 这是反复撩阴腿 就只撩阴不提别的地方 非常的霸道 有可能是杀敌于无形 就是打的对方永远出不了门 然后一直在家里面只能捂着当 然后但捂着当还捂不住 最后是看这个人捂着当倒在地上 然后不断的不断的痛苦的扭曲 抽筑 然后惨死 哪怕就是你看教主这边放了科技球 然后哪怕是教主埋了地雷 哪怕是教主吸了防空打 但是我们迷你的这个撩阴腿 还是能够不断的踢到 准确的踢到教主最要害的部分去 然后哪怕是没有对教主造成物理伤害 他也会用自己的脚趾狠狠地拽下教主的一搓毛 让教主受到更大的一个疼痛 这次这个仲裁者很显然不是来冰冻 教主主力部队的 这一定还是去传送的 主力部队跑到这来了 但是你看教主的这个三框的防守 绝对的bug 两排防子你多少兵都不可能打上来的 绝对不可能 never too young 这边有个欧币看到没有地雷 所以船一波 小船一波 可以的 这时候是把左边的部队传过来了 迷你先部队不多 怎么这就这么点兵 这一波传过来的话 只能是真的只能是撩掉教主的一些毛 并不能给教主造成大量的物理伤害 而且其实迷你一直想把一些农民调到右上去采矿 结果半路上老是各种被截 左下的主矿也没有开 这个感觉在节奏感上 迷你可能同一时间能做的事还少一些 毕竟这位小船第一视角我也看过 他手不是太快 打的虽然就是已经很好了 但是你看他的APM看第一视角的操作 你还真看不出来 这是一位就是这个水准的一个选手 好 这边你看操作操作坦克疯狂的点人家的激励 你撩我的音 我也是黑虎掏心拳 绝对不是这个非常好对付的 话说迷你刚刚的那边传送应该是他本场比赛的第四次传送了吧 会不会还能够看到第五次呢 哎来了第五次传送 直接传到了教主的二矿 这边有两个VA 不过教主现在的攻防应该已经是三攻两防了吧 能不能打掉这两VA呢 哇这个教主三攻两防坦克太凶了 还加了一个保护罩 这个感觉神族部队已经要死光了 没办法解决掉这里的教主的一个刚爆出来的一轮兵啊 战斗力就已经这么强了 完全打不动啊 神族辛辛苦苦传送两队兵过去 连人家一轮造出来的兵都打不过 这个只能说这个人族的部队到了后期攻防起来之后 战斗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教主这边没次都是直接打你的这个基地不含糊 然后是这样你的经济顿时的雪上加速 现在迷你如果没有开出右上的这个点的一个二矿的话 哎呦这个基地再一炮爆了 完了这边虽然是部队过了可以解决掉教主这两场课 但是基地爆了的话 那这个哎太亏了 还还可能还会死一些农民 教主也是不断的进攻途中开出四矿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教科书一般的告诉你 面对这种江湖上极为不易的啊 反复撩阴腿 是吧哎呦 右上虽然二矿开了 但是没有农民 其实迷你之前老想派农民过来 但是教主的主力部队就在外面晃 迷你是怎么也冲不进去 呃这个右上二矿等于是刚造好 就又被打掉了 哎这个连踩都没踩 白头子还揍了这么多地宝 你看迷你没办法只能继续撩阴了 啊虽然说这个我可能被你打的两 两剂黑虎掏心拳打的已经开始吐血了 是吧 但是我这个不穿鞋还还充满脚气的这只脚啊 依然是紧盯着你的要害啊 甚至用了一个欧币来来来来吸引着对手的注意力 哎呦这个大爆炸像一场核弹爆炸一样 直接就曝光了所有的坦克 但是也同时暴死了一大片的龙骑 啊教主直接把后续部队往这边轻轻以 哎啊守住这边框还是不成问题啊 啊这个这个应该是第七 刚刚这个应该是第七次传送了吧 这场比赛mini正面部队除了第一次给教主造成一些麻烦之外 其实后面全是靠传送啊 呃全是配合传送或者就干脆就直接是传送过去 所以教主的地图中间埋什么雷啊 这根本又一点用都没有mini正面部队根本不走 啊又是9点钟了所以不能开9点钟的框 这个人都推荐实在太容易了 哦你终于放冰冻了 哇在mini的字典里阿维特就没有冰冻这两个字 他只有传送 但是今天mini居然破天荒的使用了一次冰冻 哦看这一次 哎呀没有传出来可惜可惜可惜 哎呀这边他已经想的很好了 先用自己的贼道的来来蹚一下地雷 然后这样因为每次传送过来 老是踩好多地雷非常的烦 用泽耀的把地雷烫了 然后再传送的话就可以直接下来的部队不会死太快 但是非常遗憾 这个泽耀的连地雷都烫不掉 然后还被研辟到 就是反应确实快 哎呀所以说 神族要想打出好的传送还是需要一些复制 正裁复制一些幻象 然后同时从好几个点飞到人族家里边去 每个点都飞三个正裁是吧 让人族慢慢的去 哦有一次下来了传送 这应该是第八次了吧 还是第七次 哇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感觉正常比赛mini一直在传送 而且这次mini明显没钱了 传过来都是一些白球 哎呀白球能顶啥用啊 虽然说白球传在地雷上不会踩雷 这点倒是比较有优势 哎对呀 哎你要说这白球 他是会被别的部队引起了地雷给炸到 但是如果只传纯白球的话 会不会也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呢 那当然了教主这种疯狂都放着科技球的 你刚白球刚下来就直接一个EMP 然后就被农民把这个白球焊死了 或者是被雷特一下一个 哎呀雷平散 这个mini就冲他这么传的话 其实很有机会把就是传死了 教主已经被打只有120人口了 很可惜的是mini 并不能在正面打出这么漂亮传送的同时 家里面做出那种惊人的运营 然后同时开出左下跟右上两片主框 并且运营的很好 这个就 这把EMP下来之后 mini已经绝望了 现在没有办法再传送了 这还还要传 这个是应该是第八次传送了 这个是第八次传送 刚才是第七次 整场比赛mini给教主传了八次 这虽然没有把教主踢死 但是教主的毛起码是已经被mini给拔光了 现在才想起用贼老去探索下点地雷 他已经为时已晚了 现在教主 守住这个点的话 基本上是稳赢了 因为mini右上的这片矿 哇 这里还要给上一个保护罩 你真是 真是爱兵如此啊 mini还想把那个随老的也跑掉的 结果好像也死了 这边被打的只有90多人口了 都没开出矿了 这两片矿没开 mini只有右上一片矿再踩 一片矿的神族 那跟一片矿的人族不是一个概念 因为人族造出来的部队是三公三王的 对吧 而且人族现在还攒着一些科技球什么的 现在也有一百多人口 mini这会儿 主力部队就剩一队龙骑了 那肯定是掀不起什么浪花了 还想开矿 现在教主不着急了 我就等你接着传送来送兵 然后 你来送吧 送完了我接着去 去只要不让你开矿就行 mini还有仲裁者 还有传送 哎 教主 教主 现在已经没啥可 可撩的了 他已经毛都被你拔光了 你还有怎么样呢 还敢开矿 啊 教主 你看教主一脸懵逼 啊 德斯竟敢开矿 他不 不惧怕我 雄伟的正面吗 啊 是吧 他还要排雷 他不惧怕我的 啊 机器人配科技球吗 啊 他还敢出风 他不惧怕我这架起的意大利炮吗 啊 他还敢去阿比特 他不怕我 科技球的EMP吗 啊 你看这 哎呀 这EMP这么远放 而且都反应过来了 结果还是震荡到了两个 这一下 mini选手 mini选手 现在是 假装正面很嚣张啊 啊 搞得教主好像打不过他似的 其实 只有仲裁者没兵啊 他就这一小队龙旗 叫人坦克收起来 都也平吹过去 啊 告诉他你有多少仲裁者都没用 是吧 你这个 啊 你这个大不了让你动一下嘛 你动一下又杀不了我 是吧 然后顶多就是帮我保保仙 哎 集结一下140人口的部队往前一A 你杀不了我保保仙 我一会儿 就是还是可以把你的这个 啊 仲裁者能量给耗掉 然后你就没办法再撩阴了 是吧 没有了撩阴腿 你这种三脚猫的假把式 你还能对我怎么样呢 好 这个这个可以这个仲裁者是有能量的 小心 哦 完了也没有能量了 这边mini操作秒了两颗一球不错 但是面对教主这波平推 那mini推无可退啊 背后是12点钟 12点钟这个高低哎呦 两把冰筒冻的还挺磁的事 但问题是你看教主有多少坦克 这个哎呦 这个这个没有任何想法 这个老老实实的可以打击技了 教主这个 后期实在是太凶狠了 这种反复撩阴腿 果然不是那种能蹬得上台面的武功啊 这个这个mini最后一片矿的农民被涂 啊 西地被爆 哎 这边居然还找到了一个仲裁者 啊 mini怎么跟我似的 后期仲裁者把地图都是 然后就是不 不知道怎么用 哎呀 老老实实的叽叽了 嗯 还不叽叽 这边没有钱呀 哦 最后再传一波 好的 呃 这个临此之前再踢你一脚撩阴腿 毕竟是本人成名绝技 死也要死在这一招上 啊 踢完这脚鸡鸡 哇 永远游泳下来站了 嗯 对 是的 嗯 嗯